在这次节目里介绍史记古迹列传《幽梦学相》蒋凡写稿 西汉中期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我国记传题史学 同时也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创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在本纪释迦特别是七十列传中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 把一系列的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这些人物形象至今仍然活在人们心中 古迹列传就是七十列传中闪烁着奇光异彩的一篇 常见的史书中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以帝王将相或士大夫为中心 但司马迁的史记彻底开辟专篇来为下层人物历传 古迹列传就是专为小人物历传的篇章之一 什么叫古迹 古是流利或滑润的意思 鸡是阻碍或流制的意思 古时候 古迹连用 只能言善辩 语言流利 应对敏捷 常用正话反说的方法达到 做古迹列传 这就是说 不基于世俗偏见 不为势力诱惑 沟通上下 消除隔阂 别人不能损害他 而他却能发挥正义的作用 对于历史上 这些诙谐风趣的古迹人物 司马迁在古迹列传的序言中 给予很高的评价 认为他们 谈言微重 意可以解分 微重 就是有意无意之中 说到了关键 解分 就是排解纠纷 所谓古迹 并不是油腔滑调 而是在说笑时 击重石壁 切合势力 欲有严肃的内容 甚至可以帮助人们 克服困难 排解纷乱 这就把古迹的讽刺意义 说得很明白了 所以 他要替这些小人物 立传 并在文章末尾的赞语中 加以热情的颂养 认为古迹的言行 岂不亦伟哉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难道古迹人物 不也一样伟大 可歌可颂吗 在古迹列传中 司马迁原来只写了 淳于坤 幽梦 幽瞻 三个人 后来西汉末年的楚少孙 又为他补写了六个人 即郭舍人 东方朔 东郭先生 淳于坤 王先生 西门报 每个人的传记 各有若干故事组成 关于幽梦 司马迁 指写了两件事 幽梦 学相 是其中一则 生动的故事 幽梦 原是春秋末期 楚庄王宫中 乐队里的老乐宫 古时候称呼人 把职业放在前面 然后加上名字 幽梦就是如此 那时候一人称为幽灵 所以乐宫梦 就叫做幽梦 当时的乐宫 地位低下 是个标准的小人物 但他并不因此而自暴自弃 而是常常利用宫廷一人 有机会激进国王的工作之便 在谈笑中 对楚王进行讽建 在古代进行讽建 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真正要做到直言敢见 确实要有点 不怕死的精神才行 所以出于保护自己 或其他原因 朝廷公堂之上 对于君王所干 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蠢事 人们是装聋作哑 浅口不言 或是为谋私利 阿语逢迎 对这些因私心而不说话的 无能之辈 因野心而溜须拍马的逢迎之徒 幽梦从心底里 鄙视他们 他的地位虽然低下 但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为了国家和民族 他依然挺身而出 充分调动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运用能言善辩 灰谐辛辣的讽刺艺术 巧妙地 扮成了正面执箭所难以扮成的事 幽梦学相这则故事 讲的是幽梦通过扮演 已故丞相孙叔敖 向楚王进行讽建的故事 下面分三段来讲 第一段的原文是这样的 处向孙叔敖 知其贤人也 善待之 并且死 主妻子月 我死 如必贫贫困 若网见幽梦 言我孙叔敖之子也 积数年 其子穷困复心 逢幽梦 语言也 我孙叔敖子也 富且死时 诸我贫困 网见幽梦 有梦也 若无缘由所知 先做简单的解释和串讲 孙叔敖 春秋时楚国人 原来姓氏是伟 字孙叔 名敖 后人习惯把它叫做孙叔敖 他在楚国 观令影 相当于当时中原国家的 成像 他不仅能干 而且心地也好 传说小的时候 见到一条两头蛇 他曾经听人说过 谁遇见两头蛇 马上就会死去 他想 自己要死了 但为了避免让更多的人受害 他立即动手把蛇打死 埋入地下 这就是有名的孙叔敖 埋蛇的故事 他又曾经辅助楚庄王指挥大军 在壁的地方 大败禁军 根据史记 《寻力列传》记载 他做楚相时 师教祷民 上下和和 世俗盛美 正缓尽止 把楚国治理得很好 出现一片兴旺繁荣景象 因此 敬者 视而孝之 原者 四面 望而法之 成了天下学习的榜样 在古代 这是一个难得的清廉观例 因而史上 素有弦相之称 病且死 主其子悦 是说孙叔敖在临死前 给他儿子留下遗言 且死 病得将要死了 主 就是吩咐 若网见幽梦 若就是你 父亲 悲财贩卖 若无缘有所知 这是你不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这段大意是说 楚国丞相孙叔敖 知道幽梦是个品德高尚的贤人 因此对他很好 临终前 孙叔敖给儿子留下遗嘱 我死后 你一定会因穷困而难以生活 这时你就去见幽梦 并告诉他 说你是孙叔敖的儿子 过了几年 他儿子果然穷到 靠悲财叫卖为生 有一天在路上遇见幽梦 就对他说 我是孙叔敖的儿子 父亲临终前 吩咐我贫困时来找你 幽梦就说 现在你不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整篇文章重点在刻画幽梦形象 但在开头一段 作者却采用了 欲擒故纵 必时就虚的艺术手法 不正面直接写幽梦 而是借用孙叔敖的介绍 来加以渲染 孙叔敖是当时有名的贤相 在他眼里 幽梦是个可以嘱托后世的贤人 一个丞相 为什么满朝文武 他都不去嘱托后世 配要找到地位低下的幽梦呢 这就衬托出了幽梦的贤 同时又以幽梦之贤 反衬了上流社会的事态炎凉 贤相说贤人 人们自然信服 这样幽梦的形象 也就烘托出来了 这段的最后一句 若无缘由所知 是关联下一段的转折和过渡 它引起人们的悬念 幽梦为什么叫它不要远行呢 这就引出了第二段 第二段的原文是这样的 既为孙书敖衣冠 即为孙书敖衣冠 敌掌谈语 遂于 向孙书敖 楚王即左右 不能别也 庄王自久 幽梦前为寿 庄王大经 以为孙书敖 父生也 欲以为相 幽梦也 请归以父记之 三日而为相 庄王许之 即为孙书敖 一观 即就是即刻 马上去做的意思 为做动词用 是穿戴打扮的意思 敌掌谈语 就是伸手指指画画 从容说说笑笑 这两句是说 幽梦在模仿孙书敖的声音 笑貌动作 姿势 态度 神器 岁于 一年多 不能别的别字 等辨别分辨讲 制酒 制办酒宴 幽梦 前为寿 幽梦装扮为 孙书敖的样子 上前为楚王 斟酒 祝寿 既知 就是商量这件事情 这段的大意是说 幽梦立即找来了 孙书敖的衣服帽子 穿戴起来 模仿 模仿孙书敖的声音 笑貌 动作 神情 这样揣摩了一年多 模仿的像极了 甚至连楚庄王 以及他的亲近人臣 也都分辨不出真假了 一次 于是 处庄庄王大开 研习 幽梦就装扮成 孙书敖的样子 上前为他举杯 祝寿 处庄王大惊 还以为真是孙书敖 复生了呢 就要拜他为相 这时候 幽梦说 这件事情 让我回去和妻子 商量一下 三天以后再来上任吧 庄王答应了 这段文字 仅成上一段 游戏入食 从正面展开了 对幽梦行为动作的描写 在幽梦了解了 孙书敖之子的困难之后 并不是立即去找楚王评理 正面之见 因为这样 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而是深谋远虑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模仿孙书敖的言谈举止 以其用孙书敖这个弦象形象 来唤起楚庄王的记忆 启发楚庄王 即为孙书敖一观 敌掌谈语 碎语 像孙书敖 这短短的十几个字 显示了幽梦的才智 和高度的责任感 幽梦是很懂得一点心理学的 孙书敖 孙书敖 从而为下面尖锐的抨击 做了必要的铺垫 但是楚庄王毕竟是春秋五霸之一 他虽说寡情博异 他虽说寡情博弈 却并非碌碌之辈 还算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物 渴望有闲人的辅佐 幽梦 正是洞察和把握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要扮演孙书敖这个角色 以活生生的弦象形象来诱导和启发楚庄王 果然 一见到这个酷似孙书敖的幽梦 楚庄王的思贤之情 油染蒙发 于是当场要拜他为相 甚至不问此人是否真有孙书敖的才能 幽梦 趁此机会顺水推舟 提出要和妻子商量之后才能上任 这是一个重要环节 他为下边进行正面讽建 和实际解决孙书敖妻儿的生活之计 铺平了道路 现在我们讲第三段 这段原文比较长 先说前一节 三日后 幽梦复来 王月 父言为何 孟月 父言甚无为 楚相不足为也 如孙书敖之为楚相 尽忠为连已至楚 楚王得以霸 今死 今死 妻子无力追之地 贫困 负心 已自饮食 必如 孙书敖 不如自杀 父言为何 你妻子的意见怎么样 甚无为 千万不要干 这节大意识 三天以后 幽梦回来了 楚庄王问他 你妻子的意见怎么样 幽梦回答说 妻子说 千万不要做 楚王的丞相 有什么值得干的呢 像孙书敖 这样的丞相 连结奉公 以治理国家 楚国因此 得以为霸 现在人一死 欺而穷的 连个利追之地 都没有 不得不靠 卖柴度日 如果一定 非要像 孙书敖一样 当楚相 还不如自杀 说完又随口 唱了一首歌 因歌曰 山巨耕田苦 难以得食 起而为利 身贪彼者 愚才 不顾耻辱 身死 家是父 又恐 受求枉法 违奸 处大罪 身死 而家灭 贪力 安可为也 念为连利 奉法守直 竟死 不敢为非 连利 安可为也 处向 孙书敖 迟连 致死 放尽 妻子 穷困 复心 而食 不足 为也 贪彼 就是 贪婪 卑鄙 受求的 求 党 贿赂 奖 受求 就是 接受 贿赂 贪力 安可为也 是说 怎么可以做贪官呢 连利 是指奉公守法的连接官吏 也就是清官 这首歌的大意思说 住在山村 种田 很苦 难得温饱 起而为官 那贪婪 那贪婪 卑鄙之徒 不顾廉耻 大发横财 死后 子孙 享尽 富贵 可又怕 贪赃 枉法 触犯 行律 生死 加密 贪官 能做的吗 想要做清官的奉公守法 一生不敢胡作非为 可是清官能做的吗 处向孙淑敖一生连结 如今妻儿却穷得以卖财度日 接下来的几句是写幽梦的这番话的客观效果 文章写道 于是庄王谢幽梦 乃朝孙淑子 封知寝秋四百户 以奉其次 后时事不绝 此志可以言时矣 寝秋是楚国城市的名字 在现在的河南省故事县附近 此志可言时矣 志就是智慧的志 言时说的正是时候 这几句大意思说 楚庄王听了幽梦的话以后醒悟了 他感谢幽梦的批评 并且召见了孙淑敖的儿子 把寝秋地方四百户的租税封给他 作为祭祀他父亲的费用 后来孙淑敖的子孙 时事不绝 幽梦的这种智慧 可以说用的正合时宜 这一段把矛盾全面展开 并迅速推向高潮 与此同时幽梦本人的形象得到了深刻的表现 这里似乎没有一句直接批评楚庄王的话 但其矛盾所向 全然是贪官家父 联历受穷 登田者不得温饱的社会现实 对此现实 作为一国之君 是难辞其咎的 幽梦的这种批评方式 既犀利尖锐 又曲折含蓄 致使楚庄王心服而泄幽梦 这正是幽梦才智的表现 幽梦有智 这只是这个人物的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他有德 幽梦所考虑的 不仅是孙淑敖的儿子的个人遭遇 而是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他同时也是在为国家而忧 国家要兴旺 一定要任用贤人 但功成之后 却让贤人穷得连妻儿也养不活 这怎能不叫人寒心呢 春秋末期诸侯国很多 如果楚国糟糠养贤人 那一般的贤人自然远走他国 这无疑是不利于楚国的 霸业的 这是幽梦更深一层的内心活动 是他更高的精神境界 尽管这一点在作品中没有直接表现 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他对处向不足为的嘲讽 从感叹忧虑中体察到 这也是作品在刻画幽梦这个人物时候的高妙之处 刚才介绍的是史记古迹列传幽梦学相 蒋凡写稿下轻播讲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